我是很羞愉 Agar 宋慧喬2023年 憑借在奉仇劇黑暗荣耀中的精湛演技 在评创演艺高峰 外面的五官让她与金太析 全志贤被封为《韩国不变的三大女神》 回顾她过去的戏剧 从顺丰妇产科 踏入大众视野 接下来的蓝色生死恋 欧印真爱宣言 浪漫满屋 太阳的后裔等 都创造了历代集收视于话题 韩剧女王当之无愧 1996年 就读国三的宋慧乔 在校服模特人选拔赛中 得到第一名而入行 在广告中甜美的形象 让他马上被电视台向中 邀请施敬 从此展开他的演员之路 你什么呀 什么 我帮你帮我帮你帮我帮我帮你 你怎么说 什么 从小角色演起 在演员路上升任四年之后 宋慧乔遇到他的命运之作 蓝色生死恋 这部戏风靡全亚洲 不仅在韩国地照超过40%的收视率 更让宋慧乔 宋陈宣与元宾三位主演 一举成为韩流明星 宋慧乔受访时曾表示 站在能否成为正统演员的十字路口时 通过蓝色生死恋得到了肯定 可见该作品对他的重要性 与李炳线合演的欧印 收视达到47% 再创新高 除了巩固她顶级女演员的地位之外 该剧话题性 从戏内烧到戏外 两位主演假戏真作 大方热爱 攻占各大娱乐版面 一度让人看好会走向婚姻 却在交往13个月之后 在2004年中分手 关于分手原因 众说纷纭 有谣言是说 李炳线太过花心 甚至还有她变态性癖好的传闻 不管真相如何 宋慧乔在面对这段网路前时曾说 作为演员很感激 能够有机会经历这样 让人终身难忘的情感体验 因为与其他同龄的演员相比 我比他们有了更丰富的人生经验 这对于表演是有好处的 解开演员身份就个人来说 内心仍然很痛 但时间会冲淡一切 我给了我给了我赠套 我准备出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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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独播送的 我想我呃呃呃呃呃炖 宋慧乔在與李秉賢分手後 在浪漫滿屋中 一改過去楚楚可憐的形象 活潑開朗的模樣 讓這部劇收視屢創新高 宋慧乔的事業更是在上一層樓 没关系 宋慧桥在《浪漫满屋》之后 睽違四年才揭拍韩剧《他们的世界》 尽管收视表现并不佳 但他在剧里的表现 被《盛战室》开启了演戚人生第二幕 短发造型更在女性间掀起风潮 这部戏也让宋慧桥再度迎接爱情 与玄冰相恋 可惜19个月之后依旧已分手收场 当时玄冰人气不如女方 还在事业冲刺棋 宋慧桥也把重心放在工作上 两人都没有专注在经营感情 分手是顺理成章的结局 也难怪官方会说是聚少离多 为什么这么说 是 我還要別人 我好像 我已經令你 但是今天吃飯了嗎 它沒有辦法 2016年的太阳的后裔 在全亚洲掀起追剧热潮 成为宋慧桥人生代表作之一 更因为该剧与男主角宋仲基结缘 2017年甜蜜步入礼堂 史记婚礼献煞旁人 可惜公主与王子并没有走到最后 2019年7月 两人透过法院正式解除夫妻关系 结束短短一年八个月的婚姻 而关于离婚 宋慧桥称双方因个性差异 无法克服而分手 宋忠基则说希望好聚好散 有传闻是女方与富家合不来 外界更揣测有第三者介入 事实真相不得而知 但宋慧桥的确如自己过去所说 死之前都不再见前男友 前面提到的无论哪一位 除了颁奖典礼夺不掉之外 他都未曾与他们再度合作 甚至与宋忠基针对离婚开庭时 也没有到场 而就在离婚正式生效后 他也毫不留恋 迅速删光 印射冠上前夫的所有照片 还没有照片 我看不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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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 一二三 一半再 一二三 多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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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飯糕切 肉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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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不太好 但是吃鸡蛋是鸡蛋 心酸酸酸酸酸 哇 像不太好 我們要不要再加碎了 不太好 鸡蛋糕的辣椒也好吃 鸡蛋糕就吃了一碎 不太好 今天會不會一天 是一天會 是一天會的 是一天會的 不足以恨,不足以恨 不足以恨 不足以恨 2023年1月1日 《黑暗榮耀》第一季才公開三天 就來到Netflix全球排名第五名 第二季在3月10日下午4點全面上線後 一度造成Netflix短暫當機 可見熱度之高 其實過去宋慧喬曾表示 每每公開戀情都被大眾拿來議論 他為此非常難過 希望外界能夠關注在自己的作品上 而這次他在《黑暗榮耀》裡 為了向高中時期霸凌他的五人組復仇 每一集都展現出深刻細膩的演技 大眾果然將視線放在他的表演上 《黑暗榮耀》除了讓他的人生作品再度加一 也更讓人期待 他的未來又會展現各種樣貌 《黑暗榮耀》 《黑暗冠》 我再次出了一遍 我想看了《识音乐》 《识音乐》最新的角色 我来说得到我最初的 我认为《识音乐》一年 如果我爱と了一遍 希望能够一遍 那一遍 《识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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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识音乐》